1938年,在广东东莞出生的何敬堂 是岭南建筑学派的旗帜性人物 也被赞誉为中国建筑的标杆 校园建筑掌门人 30多年来,他先后主持和负责设计了 200多项重大工程 包括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新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 及纪念馆等诸多文明辖尔的建筑 如今,年于80的何敬堂 仍奋战在建筑设计工作的第一线 主要我是对科学技术和对艺术的结合 是非常感兴趣 所以正因为这样的话 就后来就学了建筑 学了建筑,学到里面就了解了建筑 所以就喜欢建筑 是一种很自然的 不是为了保持 而且它自然的这种激情 我在看参观 比如我出国参观 跑到那里去了 他们都说我第一个跑 在车上外面就到处跑 看建筑 最后一个回来 一进了这个整介 他就忘了 什么东西都忘了 1965年何敬堂成为华南理工大学当时第一位 也是唯一一位毕业的建筑学研究生 本以为要开始一番新事业 却在时代的动荡中辗转湖北 北京多地 一直与心爱的建筑创作无缘 直到1983年 何敬堂才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正式开始建筑生涯 回了第三天 第三天 我的老院长告诉我 现在有一个深圳科学馆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 是八大建筑 进行过竞赛 能不能参加完我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机会来了 最后一个晚上通宵 因为是做模型 也做这个模型 以后通宵晚早上一走 就坐汽车送到深圳 深圳的速度很快 那个深圳速度 上午就平标 王芬就通知我你中标了 于是我人生就打散第一炮 严格的自我要求 使得何敬堂 在随后的16年时间里 迎头赶上 不断创作出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 他和他的团队 先后参与了超过200所 大学校园的设计规划 他也因此被誉为 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 并在1999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然而 成为院士后的何敬堂 依旧不满足 凭着对建筑的热爱 一直在建筑设计第一线工作 始终参与竞争 2010年 何敬堂收获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因为当时是我们国家举办了第一次的师博会 就是指数祖母 当时的这个项目就有全世界交标 全世界华人体系 包括美国的华人 各国家的华人都可以 各式华人都可以参加 当时有344个方案参与 参与 我当时已经是院士 我在组织我的团队参加 想又没想到是中标的事情 因为全世界一共有344个方案 最后居然选上我们那个方案 经过很多轮了 这个很多故事了 讲进来很多故事 这个选选的过程里面 所以这个工程就是体现了 中国的时代精神八个字 这是我们当时的定位 最后我觉得基本上就都结一条了 何敬堂扛住了压力 最终他设计主持的中国馆 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 如今81岁的何敬堂 依旧在建筑设计第一线工作 对何敬堂来说 建筑是终身的事业 他认为 中国建筑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但是还需要去探索 怎么走出一条具有自己文化和基因 又符合时代需求的道路 这里不是一辈言都能够解决的 也许可能要好几辈言 因为我们文化历史博大正深 形建了很多很好的思想 比如说和谐观 自然的和谐等等 这种理念 和不同中国文化的基因 以后把它吸收起来 跟时代结合 搞终而新的建筑 我以为解释 我相信我们国家年轻人 一代代下去的话 肯定能创作出 有我们中国自己基因的文化特色的 有利益世界之灵的建筑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可以试试一下